最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 我假设我们先把那个 就是女生的部分 妇女先把它拿掉 先注解掉 先暂时先不要显示这些东西 如果我先把这些东西 把它先注解掉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本来是折线图 把它改成那个就是直条图的话 就像各位在那个云端上面看到的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什么 把这个price这个 改成大就可以了 DAR OK 切一下中文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第二个我不要显示 等于是我只先显示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把它注解掉 OK 然后 不过底下有一些东西 可能要注意就是 它的那个LINE 本来就是 线的宽度 可能你就是 就要把那个LINE 这个关键字拿掉 OK 因为它不叫 它叫WITH 就是那个BAR的宽度 我们假设设为3好了 另外的话呢 那个LINE STYLE 其实也不用 所以把那个LINE STYLE拿掉 OK 留下LABEL就可以了 大致上 只要留下这几个 其他应该都不用改 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直 直条 就是折线图改成直条图的话 基本上就是拿掉刚刚两个属性设定 其他的不用改 OK 执行一下 我们先产生男生的部分看看 OK 女生待会再把它放进来就OK 那你会发现 加上去就OK了 不过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WITH 宽度怎么样 3好像太宽了 因为如果 它等于是本来大概1大概就差不多 结果给3 你会发现变成全部都黏在一起 怎么办呢 你把WITH改成1就可以了 OK 把它直行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结果 这样子就比较刚好 所以将来如果你那个 长条图的宽度 如果要设定的话 请你在WITH的地方设定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产生第一个就男生的部分 OK 那没有问题吧 所以你会发现 设定为长条图 好像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只是把那个 我们最后 这个 这个PLUS 把它改成BAR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话一样 女生的话再加进来 所以等于是在画一个 另外一个图 不过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EXO里面 有一个地方是重复的 1616 OK 那1616的地方呢 Y手是50跟60 所以 如果你设为宽度一样的话 那恐怕会盖掉 所以我这边改一下 也许 那个BAR的颜色改成红的 没问题 那宽度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这么宽 我们大概就用那个0.8就可以了 0.5 或0.8 0.8好了 OK 然后呢 Light Style也不要 这个地方的话 那个Light Style 这个把它拿掉 OK Label还是留下来好了 Female 那其他的话就不要动 OK 把它执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就会画出呢 就还没改到 这边改一下 这个BAR 这边要把它改成BAR OK 好 那我们就画成直条图了 OK 那不过你会发现 那个位置 恐怕最后你会发现 这个前面都没问题 因为他们的位置 因为他们的位置 X的位置都放不一样 可是最后如果16都放同个位置 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怎么办 要不就是你把那个X的位置 再向右移一下 也许你可以把这边 本来是女生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向右移一个位置 本来16把它改成17好了 让它向右移一个位置 这样看起来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有没有 所以显示的方法 也许如果你有两个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下 它的放的位置 可能就不能让它重叠了 不然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那这个是有关那个直条图的 这个设定 里面主要大概就是把属性部分变更 然后最后呢 把它再加一个bar就ok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不过相对的长条图 主要是显示就是说 那个区域里面的相关的那个数量多广 那好处比折线图还要更明显 因为高度一看就知道 折线图你还要再看一下 那大概到哪边还要画一条线 所以相对的长条图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把那个 这个长条图 如果我要把长条图 改成圆柄图该怎么改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是什么 这个地方红色的地方 黄色的底色部分就我刚刚改的 然后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圆柄图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圆柄图的话 那主要就是反映呢 如果这个资料 我们是要看资料 total呢占的比例多寡 比如说全部就这么多 100% 那各自可以分得的数量多少 ok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圆柄图里面 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要强调 通常会把它expose 就是把它 让它往外拉一块 比如说哪一块 不要让它连在一起的话 那个bar圆柄图该怎么做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个长条图的设定 其实你可以直接拿刚刚那个画折线图的来改 ok 所以其实折线图跟长条图要转换 其实还蛮容易的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圆柄图该怎么画 好